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明天就要迎接周末假期了 不过我们先来关心 今天天气状况 依旧是如此高温闷热吗 另外雨区是不是要逐渐扩大了呢 把时间交给叫人 没错 佑萱 今天主要还是受到了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但是到了礼拜日之后 这样子的雨势 就会有所地来做转变 我们从这个高通湖 可以看到在这个等压线 逐渐的往东边退的过程当中 就是太平洋高压东退的过程 所以在礼拜五礼拜右 高压还是偏强 但是礼拜日礼拜一 这团蓝绿色的位置 就是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也就是冷心低压 要来靠近台湾了 不过冷心低压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除了从高通图之外 还可以从云图看见它的踪影 这团云气就是冷心低压的位置 它在礼拜日礼拜一会逐渐的靠近台湾 就云图动画可以来追踪 但是它也会为台湾 带来比较不稳定的环境状态 能看到冷心低压移动的位置 在礼拜日的时候逐渐靠近台湾 礼拜一甚至礼拜二 就会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雨势就会更加明显 因为午后的热对流 就会更加的剧烈 能看到在北部中部 甚至是南部的山区 看到红色跟黄色地方 就是雨势比较明显地方 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做留意 但是回过头来 看到今天跟明天的降雨状况 就没有接下来几天这么的剧烈 可以看到主要还是集中在 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到时候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 因为会有比较强烈的雨势 以及可能伴随着雷急还有强震风 目前早上7点多的温度 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高了 能看到在台北跟新北市 都已经有27 28度 另外在嘉义 台南 高雄 也有29到30度 尽管还没有到正中午 就已经非常的炎热 所以如果您现在已经要出门 外出工作 或者是要去运动的观众朋友 也要做好防晒作业 另外再来看到今天的高温资讯 目前向署针对了11个县市 发布了黄色跟橙色灯号 桃园跟嘉义是黄色 其他地区是橙色灯号 有双北市 还有中张园嘉义县 南高平这几个地区 都可能有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了 所以温度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 从这个高温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主要还是在大台北地区 另外甚至是在这个南部地区 都有出现紫色状况 也就是高温会来到37度以上 再进一步分析 在北部跟宜兰有33到37度左右 在花莲跟台东也有34到36度 另外能看到在澎湖 金门 马祖 也都有33跟32度左右 所以提醒您也要特别留意 这个高温的炎热的状况 要做好防晒 而且要勤加的补水 不过到了下礼拜三开始 转吹了西南风 所以整体的雨势状况 又会有所转变 到时候雨区还是偏在山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 届时我们再来观察 这个雨势会怎么下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